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奇压的锤石搬掉了 上一局也正是因为这个锤石在前面对线的一个出色表现 让RW把下路打穿了 但是锤石这个英雄还是出现了我们一直在谈论的问题 就是他一旦来到团战阶段 当你不能有比较好的先手能力的时候 你才打穿能力是比较差的 RW三班没变 那搬掉了锤石 其实会放更多的英雄出来 上一版那个位置搬了什么来着 牛头 牛头还有一个 还有最后一手 最后一手 我想最后一手搬了个啥来着 看一下吧 他最后一手怎么选 因为牛头还是搬了 还是搬牛头 刀妹啊 还可以拿刀妹啊 差点抢建模了 因为我觉得是这个说法 厄加特打建模对线好打 但是打团 建模的发挥空间比较大 你必须要承认 上一场比赛里面 打团没打过 跟厄加特没有关系 厄加特已经很努力了 厄加特最后一波团战 已经是神一样的发挥了 那还是要说Loken打得好 Loken位置找得太好了 你单点来说的话 打团厄加特和建模的区别在于 厄加特能够造成更大的效应 但是他更难 自己施展 没错 然后建模可以去卖 他可以死一次 对吧 而且建模主要是 他的AOE如果打足了 伤害比较高很多 反正重点就是 两个都是脚屎棍 对不对 两个团战里都是承担 一个这样的角色 不换阵容 京东这边 依然是上一局同样的野辅 而且这样拿 是有机会拿狭落的 不过 有一个说法 京东的狭落 是胜率最低的狭落 在数据团来讲 他们就在拿狭落胜率很低 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 你拿塔姆保了要 塔姆 这时候不能抢AD 我觉得 想起来了 上一把新的那边最后 帮人去赵信 赵信 对对对 所以RW这里的话 是可以把赵信先抢开来 我觉得 对 Kiwi的赵信 还是打得不错的 这时候不要想去保一个AD位了 梦魇 梦魇 梦魇的话 上一把 野区你是出击欺负别人的 这一把你也去 可能要被这个球桶弄一弄 对 除非你能对象 昨天熊熊那样 就前面忍辱负重 但是没亏太多东西 然后到六就一直开始 能做到事情 哎呀 京东也懂啊 上一局为啥赢的 对不对 先给大哥拿英雄 先给大哥拿英雄 别说了大哥的西维尔先锁好 然后我开始肆无忌惮地搬AD 上路开始混起来 然后打团的时候提供巨大的作用 最后留了一首中路啊 嗯 这个中路要补伤害和中前期节奏了呀 而且这个 沙皇就是最好的选择 对不对 看看斯巴老贼跟 呃 陈这边两个C位怎么拿吧 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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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剩下的英雄里 算是比较优秀的吧 但是侠这把 他的生存环境 即使在有塔府 有自己大招的情况下 都不是特别乐观 因为对面那三兄弟 野府上这三兄弟 给他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看下中路补什么呢 中路补什么呢 把这个阵容补残活 新德拉 新德拉 我觉得新德拉 我觉得新德拉很好 亚索 想一下 亚索的优势是什么 第一 这阵容 一二三三个击飞 就不算自己三个击飞 好进场 然后 封墙防倒钩 这是 这是很多 就是选手他们说 亚索他们觉得打侠很好的地方 因为侠的主要商量来源是倒钩嘛 可以封墙防倒钩 但是 有一个问题 就是亚索前期很弱 其实 亚索这个英雄 之前RPL里面有好多次比赛登场 初期 5-0的亚索 都会输了 对 这英雄跟卢仙有点像 爽 很难赢 好玩 好玩 快乐 快乐 是好玩呀 主要是快乐 这英雄 竟然没被投成第四个英雄免费 怎么就没投成第四个英雄 主要是有反对票 要没有反对票 我估计他就是英雄免费 不是吧 有反对票 我的意思是 在 提莫 之前 我觉得应该不存在任何英雄 就是提莫一定是 一定是那个选择 主要是因为很多 如果再来第五个的话 就是他了 很多女生特别喜欢提莫 真的 而且我认识很多那个 全球的工作人员 他们玩这个游戏 只玩提莫一个英雄 就很多女生啊 你为什么认识那么多女生呢 啊 就因为 我 我周围都不认识 都是男的是吧 我也不认识 我就是偶尔工作的时候聊两句 你们玩什么 玩英雄联盟吗 玩 玩什么位置 玩上单 玩什么英雄 提莫 都只玩提莫 是吗 是啊 好吧 来 就我就当真的听 真的 真的 是真的 对吧 随时可以验证的 怎么验证 下次你跟我一起去 不去 你跟我一起去 不去 那这边阵容选完了以后 最后亮了以后 雅索是没想到的 雅索这个英雄呢 她 她的优势期啊 你很难去界定 这个英雄是 你知道吧 啥时候都能 出事 啥时候都能carry 想出事 啥时候都会出事 对 但是这把雅索 其实想一下 她是一个上线和下线 离得很远的英雄 机场空间确实不错 她机场空间还是挺大的 但是雅索打瑞兹 对线前面 是有优势的 这个必须要做 雅索打瑞兹 因为瑞兹交W 你交风强 他上来打不到你 瑞兹不交W 他Q很难命中你 你可以在那里飞来飞去 对 他Q很难 而且你的耗血 瑞兹是没什么办法的 是的 那这样的话 游戏准备好了 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场较量吧 走 孟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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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来 肯定是要躲着九筒打的 不能太激进 孟严一开始对九筒的话 没有什么大优势 我觉得 但是盾挡掉一个关键技能 后续如果靠普攻的话 你肯定是要厉害一点 追着A还是厉害一点 追着A还是厉害一点 致命节奏厉害 那也是因为 致命节奏真的太厉害了 孟严 我觉得今年能这么火 就是因为致命节奏太厉害了 突到后排基本上是B 他原来没有这个致命节奏的时候吧 伤害老是差一点 现在有这致命节奏 很凶 这把孟严的话 就不太给Loken操作攻坚了呀 还是 上一把没办法针对这个西威尔 这把想了个办法 想了个点子 放一个幽灵破罗 加一下自己的攻击力 哎 排场直接斩个三段 在这里先蓄了一下 就被人家一个眼插了出来 孟严确实是刷石头人的苦手 所以说 他选择的是现在F6了 孟严刷石头人是有点困难 前面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 他刷F6可以直接上去守自己的buff 他有点怕自己的野区被九筒反 对的 他所以说要先去一下核档 你想因为刚才 箭模是看到赛恩从野区过来的 也知道对方是红开 先手这个核线 所以这个开局还可以 现在的赛恩啊 我看一级直接上都学W 因为W加强了吧 对 从一级开始叠 就加那个生命值 下路 狭前的推线是亏的 毕竟没有西威尔这么简单直接吧 本来在配合塔姆的情况下 这个线也是以发育为主的 不过这把因为有个塔姆 所以落对线也不好找机会 中路 看一下苏南 很快乐 这个英雄打呀 就是打瑞兹对线 确实没什么难度 克里特很聪明哦 克里特这边也是 因为NOC出现在了上路 那个事业里面 他知道你这里时候人还在 这波克里特很赚啊 因为反倒石头人 其实是特别特别赚的一件事情 是的 这已经是在野区经验调整过之后 最有收益的一组东西了 而且毕竟这个九筒打得还挺不快 哎 留个小的 但这个小的一会会消失 消失 但NOC正好来了 难受 NOC 王亮 进入到昨天我们结合那个NOC的节奏 挂机等 挂机等 挂机等也怪 刷新阶段 先回家 这位置上路 打了一套电刑啊 有点痛啊 ZUM这波上去被换血换伤了 ZUM的三瓶腐败药机都已经喝好了 一把一技能再拉开 很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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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你看 这个个人能力上来讲 这个BESY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这种热门上单英雄的操作上 现在出击都打得比较稳 这把前面节奏会很慢 对 一定会很慢 因为一边是梦魇没法做事情 一边是线上人没法帮球头做事情 是的 所以这把节奏肯定会很慢 而且你看下路了 你这个点出来了 其实霞的对线应该要比塔下要厉害的 对吧 但是你由于配了个塔姆 所以导致你在下路对线期 你在面对西本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回来反一个石头人 这个石头人应该是可以反掉的 这波也是铤而走险啊 确实自己家里没啥东西刷了 对 骗了信号 可以在这边骗了信号 应该是 也是大师告诉一下自己的上单 梦魇可能在这个位置 不过一个低等级的前夕梦魇 无法对赛恩造成太大的威胁 当赛恩这个兵鞋在塔下的时候 赛恩过来看一眼 这位置赛恩好像要被蹬回去了 哇 闪现必须要交了 赛恩太笨重了 其实任何一个有小位移的英雄 都不可能被蹬回去 赛恩纠极笨重 而且刚才那个地形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拉回去的话 你要左右走才能走出去 你往右走装梦魇 往左是墙 还想反 换F6 这样的话出去就比较转了 你知道吗 你是个NOC啊 2打2 孟魇跟瑞兹在这个前段 转成力是没有对面这俩强的 是的 而且他们这边很坏 逼着你不要让你回线 对 因为亚索有6了 这个时候九筒只要1到 这两个人打不了 所以赶紧先溜 而且亚索身上还有个进化 不会吃你一下的控制 转了一下 转了一截 哎呦 赛罗不舒服了呀 就拿塔姆 现在为什么 就是塔姆用的越来越少啊 拿出来以后 在线上有点被动 这把这耗血 抬了 这个位置没吃吗 塔姆跟瑞站得太近了 塔姆不能站在瑞边上 这样被撬两个的话 非常伤 也就是这个落袋 没带点燃 对 也就是他带的虚弱 他带点燃 这波感觉 斯巴小贼就没了 要死 因为他被吃进去 交个治疗 希威尔可能跟上来交闪 平A他的 对 哎呦 难受啊 这个下路对线 而且Loken手热呀 你看Loken这上一把希威尔 打完手是真的热 这波有一个塔姆在身后 选择这样硬迈 硬卖血吃线 但就是 狼头 狼头警告 完了 这个位置一尸两命了要 没有 大招 哎 漂亮 这个治疗 自信回头了 克力德有好多自信的点 第一 他的Q技能 他如果在知道对面 有大的情况下 是怎么说呢 他不应该这么打的 知道对面有闪 知道有闪的情况下 不应该这么打的 他秒塔姆没有问题 对 他闪先秒塔姆 但是他秒完塔姆 应该留技能等狭闪 没错 然后再跟E 对吧 最起码你还有个深寒惩戒 你看这一波 过去 OK 吃进去 一闪 A 那 就一切的逃走都有问题 后续的这两波 不过话说回来 也是因为下路对线打得好 才有这样的一个 给他绕过来击杀的可能 是的 现在孟严要赶紧倒流做事了呀 再不做事 自己的线上兄弟 他已经倒流了吧 没有 到了到了 尤其是 刚才那一波就已经倒流了 他要做事啊 他现在不做事 自己这个下路线上兄弟 好难受啊 现在有一个点就是 NOC的第一波大招如果没做到事 有点有点少风 前期就很难打 对 下路和野区有点小优势 上路赛恩这里的话 是被打得有点烈 还好吧 这波兵补了 十个刀 十个刀左右 十几个刀呢 十几个刀 那赛恩这英雄是这样的呀 这英雄 就属于 我不可能打你这种英雄优势 但你说让我崩或者烈士 我也不会烈士到哪去 拉回来了 但是打一套 没什么感觉 下路回归对线以后 塔姆还是有闪的 刚才塔姆如果直接交闪过了 那飞了 这波应该是杀了 闪现挡了一下车 但其实已经是撞在剑膜身上了 回身想利用自己的被动 看看能不能换PV 没机会 补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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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车 补兵吧 补兵到了 72块钱跳出来了 可以 这波 孟眼做到事情了 很赚 对 也是因为前面第一波 剑膜打得好 把这闪现打出来了 这波要有闪 就杀不掉了 其实 他要有闪 闪过你们两个人开车 应该就走了 哎呦 追着打呀 脑格头 RW直接开到 吃进去 还好是塔姆有一手吃 而且真的没点火 你这个给的压力还是不够足 他这边虚弱是带给谁的呢 对吧 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的思路 应该是想 狼头又来了 又来了 针对马哥 这个位置斯马老贼有大招 但是兵线进来 不好操作 哇 漂亮 漂亮 果断 克里特真的漂亮 果断 果断 这个TP下来 想包一下 克里特这个位置要死了 还好是剑膜 有TP对RW来讲 下来帮助 孟眼一起 把九筒的六筒拿到 但是下路裂了呀 这个漂亮 他不犹豫 斯马老贼也没反应过来 伤害太高了 炸了三分之一 炸了四分之一的血量 那个 第二段Q被击飞了 那就死了 因为这种输出筒啊 还是比较脆的 对 上一局也看到了 其实 他的爆发很高 但是他确实也没有前排能力 哇 马哥被打换线了 那没办法呀 这个时候不换线 而且主要又是蜂龙 换就换了 这时候不换线 就裂了呀 而且上路防御塔 刚才在击杀完那波以后 推的差不多了 换三二人 上海是有机会拿塔的 但是三人很肉 在这里硬扛你的伤害 双人组已经换回来了 哇 开车要开 塔姆交闪 回来一兵 减速到击飞了 这个塔姆是比较肉的 还不够了 对的 而且剑魔跑过来了 剑魔开着幽梦之灵 这波车开得好 开了个闪现出来 这波车是开了个闪现出来 这很关键 卡姆就一直是没有闪现的一个状态 他就很难受 但是RW抓准自己 五人率先在上路附近的时间 闪现把霞舞先锋动下来 可以的这个探照果实 把对面 瞬眼看不出来了 吓走了 不敢强行打呀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亚索好强啊 现在 亚索还没有成装呢 但是 这个 就是 河道的前期团战 亚索疯强 跟 那个大招太强了 还是不敢打 不流畅啊 我们看那种 亚索就是 飘移 对吧 各种飘 这种英雄确实 怎么说 好玩 真的是好玩 但是 又玩不好 哎 走脸了 但这位置 自己有进化 进化解掉恐惧 回神给一个封墙 捅到了解围 回神 接上了大招 斯文老师 这边打到一个半选 莫言开大招回神想飞 绿毛已经过来了 斯文老师被吃进去 魅惑到了所有的人 抬起来 这个位置 亚索大招放的还可以 九头开个秒板 在前面迈 没伤害了 后面跟不上了 但是三过来 起压先被解决掉 Q技能减速到 知道自己没了 知道自己没了 哎 这个位置 是知道自己没了 还是他掉线了 我觉得 不会有知道自己没力说的 你最起码要操作呀 但是 直接开了 应该是 会自聚焦的 但是 这波打完 RW裂了 RW究极裂了 就是这种小口子 你不能跟亚索前面打 亚索刚才那个位置给的好 一个封墙 一个封墙 封住了所有的输出路线 然后大到后面去了 然后大到后面去了 大到后面以后 利用人一走 先脱离一战场 对 是的 然后等洛赶到 再杀回来 而且 本身在伤害已经 断档的情况下 塞恩到场了 强行又帮帮流 哇 真的伤害断档了 因为所有人的伤害打完一轮 西威尔也没有什么伤害能力 而且 克力德的描表很关键 克力德如果没那个描表 他第一时间已经死了 克力德开了一个描表 活下来了 但是最终 应该是 斯巴老贼死了 塔姆死了 瑞兹死了 反正这波 RW前期已经崩了 感觉刚才看好像 只有剑膜活下来了 是的 很伤 这把的问题还是 因为 首先前面孟严 即使六级能做事情 但是你做性的频率 比九筒低太多了 对 这把还是九筒初级节奏 然后下路打得好 对 下路 Loken跟绿毛两个人 上一局发挥出色情况 这一局感觉手很热 我觉得还是拿塔姆的问题 真的 就你拿塔姆 你下路就应该选一个 我就 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爱希 或者说 小炮 小炮是一个好的选择 要不然就是你拿布隆 对吧 布隆也有一定保护能力 但是他的对线强 他有对 他对线比较强 他有一定的进攻能力 而且他的防守能力比塔姆强 塔姆保护能力强 但他没有护盾 他不能挡东西 然后他也 对面退塔没办法 布隆强就强在 他挡对面平A 对 无论是挡防御塔 还是挡这个 回来了 只留下了剑膜 克力的 这个 状态好好啊 收益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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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速鞋本来就是 英勋联盟这个游戏里 收益最高的一件装备之一 对 因为有人之前 以这个属性的金币队 转换值去计算过 每一件装备 然后公速鞋 幽梦之灵 这两件装备的收益是非常高的 就性价比 收益太高了 三项 现在西威尔用蓝切去抠点了 伤害已经很高了 这绿毛已经是不管你了 就开 硬开 克力的又来了 克力的这马真的是 阴魂不散 对于RW这边来讲 对吧 哥贝达的心态有点崩 本来觉得选了个侠 又有塔姆的保护 自己有大招自保 塔姆还能吃 我应该是稳稳的呀 结果 现在下路组合已经死了五次了 这个塔再被 Loken单吃下来的话 这个西威尔可能要起飞了呀 没法单吃 还是给单吃 这肯定给单吃的 一个洛尔分这三百块钱没有意义 但是你给一个西威尔 我们昨天已经看到了那种西威尔了 16分钟两年半 然后再打下游先锋 节奏倍儿好 这一把就看RW有没有翻盘能力了呀 节奏倍儿好 对吧 这一把京东给你出去的节奏 堪称完美 真的有点完美 唯一一条劣势线上路线 这赛恩出个冰心 无所谓的呀 他打成站在那儿就行了 赛恩这个英雄没有列不列 这么一输啊 赛恩这个英雄能 现在那送死流就是崩了都好使 对 哇 西威尔现在吃全场资源了开始 现在西威尔保西威尔的发育 他们这个阵容就是 只要西威尔发育好 直接转成四保一 对吧 直接变成保大哥打法 Loken状态又好 最近 而且克力的这种纯输出筒 出息装备给他好的话 他团战伤害能力是非常可怕的 嗯 东主来了 这瑞兹好虚啊 这个落会开你的呀 对啊 这瑞兹看着好虚啊 我来 想拿 哎呦 R出来了 这个位置 孟严开大招 掩护一下飞 飞的是落 这个位置想恐惧出来 九筒恐惧出来 九筒很脆 九筒被秒了 塔姆赶紧开车也过来 哦 这一波抓到一个机会 而且是给瑞兹拿到了一个大人头 这一波反打还不错 呃 主要我觉得刚才绿毛 大招大招罚战 哎 过回身想开 没有开到 这波中塔倒是守住了 因为交下来了一个三的TP 但是游戏又暂停了 你看他们这种 就是属于DPI高职业拳手 他那个鼠标就占那么一小块地儿 对 我们这种DPI用的很慢的人 你给我一整招鼠标战才够用 回来了啊 这样 京东在领先了 两座防御塔的情况下 经济领先了2000块 但是关键的重点还是 现在RW的双C落后了装备 而且 雅锁开始单带起来了 还有一点是身上的那个霞虎先锋 那个是一个隐藏的节奏点 对 车漏了 难受 现在这个车加价之后 你漏一个贼难受 你就想你后期漏一个车 等于三分之一个人头 刚后面一个车九十多块钱 现在来看的话局势已经跟刚才那波 以后被稳下来了 而且NOC11级了 这个车很关键 11级之后 它的大招CD和范围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 对的 风龙 终于想打了 其实这个风龙有很多机会 京东都可以打 但是17分钟了才拿 实在是不够诱惑 对这个属性太不好了 下一条孩儿风龙 下条孩儿风龙 今天风比较大 风比较大 这个霞虎先锋要快放了 还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时间 但现在又没有特别好放霞虎先锋的机会 对 因为一坛都掉了 最好的应该是让赛恩跟雅索各处立波线回中路抱团了 回中路抱团保霞虎先锋过去撞一下 这起码让他有点收益 不然这霞虎先锋有点浪费 这边出来还是一个忍者鞋 放了 放中路 然后没时间了 然后回来抱团保推进 对 看一下RW的反应也很快 剑魔已经在往中路靠了 但这个位置就是指定能撞出来一头 对 能不能推掉是两回事 你不可能顶着这个东西过来拆 过来打霞虎先锋 感觉推掉了 推掉了 三 天降正义吗 这个RW啥意思 对 我说的是落的RW 不是RW这个队伍 对对对 我也说的是落的这个RW 对对对 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感觉瞬间有一种天降正义的 就立毛在 是闪线没交出来吗 不能放 他交产感觉也够不着 就R闪W变成了RW 再交闪觉得算了算了算了走吧 用RW告诉RW谁才是真正的RW好吧 这个是可以 他两波都是推到塔先要开个R 上一波应该是被定住了 W没出来 对 九头蹲到QW QW身上是有一个春疙瘩 其实两个人都很脆 对 但是这个位置 这一波可以 但回身要开了呀 带人过来了 两个闪线直接过墙 西北看到 然后隔墙给到了狩猎的加速效果 一闪换两闪 可能落没大 这落这种没大 三开车了 这个位置掠食者九头在边上 三开车 感觉不能再追了 九头还在往前走 给个Q 这波是想打的 有个风 有比较一个闪 感觉京东这一波的反打选择是很正确的 落没大招呀 落刚才有大的话 这波打起来了 落没大招他开不了啊 所以说上一波这个RW确实交得很奇怪 对 不过这一波就有了 这一波有了 这一波RW状态还不好 应该要回一趟加油 而对于健博还没在正面这种情况来讲 这个二塔要放了 健博交踢 诶 诸某 诸某要出事了 赶紧交个闪 这边再追就不合适了 因为牙手的大招还在呢 还想追 开大面 想上 给一个治疗 先拉开身位 虚弱 虚弱操上去了 维身一球没中 两球没中 这波可能要被反打了 赶紧撤回去 大面结束了 落来了 R闪 大不了 建博跟瑞兹事件被溶解 啊 侠也没了 游戏基本没了 游戏没了 游戏没了 没看懂啊 就硬追 然后你大面只要一结束 落的RW好了 直接回来开 雅索大招一接 这把基本上有 奇怪了吧 这波打 这波给压锁两个头 压锁回家 无限有了 21分钟 南下大龙 这现在已经是重点了 重点是 亏得太多了 现在不是说 单人装备怎么样的问题 现在是全队的落后 太平衡了 有点难打 大龙拿下来 五个龙种 边路带线你也打不过 正面团阵你也打不过 这波还要追 这波你看 他一回头就知道 这个建博大名快没了 绿毛漂亮 绿毛这波真的漂亮 这个R闪W 他魅惑了所有人 魅惑了所有人 他R闪W回身 一个回头望月 魅惑了所有人 然后这一波 NOC的春歌也直接被打出来 这春歌直接就浪费了 RW感觉这把有点没稳住 这个建博没大面 追上来 这位拍死 想换一个酒桶 恐惧出来 赛恩就在边上 差两下平A 喝了口酒 蓝盾被减速了 TV这个位置能不能走 被锤起来 他不开车赶紧过来救他 但是Zoom怎么一个人还在追 还要开车 在等队友西威尔开车大车 带兄弟已经来了 哇那你留下吧 你兄弟走了 你留下吧 哎还是Zoom拿到了这个人 无所谓了 这段时候 但这一波还算是 稍微拖了拖节奏 虽然是个一环二 但是京东Gaming的推进节奏 没有起来 对不对 好歹是杀了个人吧 好歹杀了个人 哇不过这个桶子的伤害 是有点高啊 他桶子拍死了 直接把肩膜拍死了 下路二堂 雅索要来到正面了 二堂你不敢守啊 瑞兹发育一般 到现在两件装备都没有 但另外雅索直接做了春歌甲 然后又买了一把报复大剑 没有选择纯保自己的输出 反而是增强了自己 在团战里面的生存能力 优势局出防装吧 合理合理 就是咱们老说的那句话 优势局出防装是最稳 最高胜算的一种做法 对劣势局的才会去出一些 就拼大剑 拼大剑 就我们将说是劣势局憋帽子 憋无尽啊 这种 风楼又刷了 这时候肯定不会去打 这肯定不会去打 龙霸夫在身上 怎么可能去打风楼 做分推了 三是有提批的 对 而下路京东的兵线也已经带过来 而且就筒子来了就行了 因为筒子 哇这筒子买了个合计 喝上了 这是 哎呦 这筒子想让雅索接纳 雅高 你在逗我吗 他在塔后面 但这一波已经把对面雷迪打残了 哎呦 要上去追了 哎呦死了这剑模 再魅惑到一个 这塔木也没了 灰盾开不出来 一波了 剑模开启一个 这个梦眼开启一个大招回身 飞宗姆 但宗姆这边贼肉 身上 虽然被打成残血 但是还没有死 再开闪现躲掉了圣达登场 但是 西威尔这伤害打的态度了 一直在旁边丢盘子 金通已经在点塔准备一波了 一波了 这两把金通打得好 第二把 第二把是完全打回来了 没给任何机会 没给任何机会 真的打得好 哎呦 哎呦 闪现一拍 Small的也没再一个筒子 炸的梦眼闪现一吹 哇 太残忍了 我们恭喜京东杀进决赛 2比0 是的 在决赛等待着他们的是 昨天已经晋级的top 而对于RW来讲 他们的NSC也没有结束 他们在今天的最晚一场比赛 面对的是昨天输下来的苏宁Gaming 两队争夺第三名 对 将会有一个季军的争夺战 但是京东 第一天的比赛让我们觉得京东 可能最近的状态不是很好 但是这一场 我们看到了那只熟悉的进攻回来了 第一局的忍辱负重到后期的翻盘 第二局的雄云流水的进攻 打野可利的这场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MVP 第二把全队状态都好 都好 说回来全队状态 没有任何一个状态 没有任何人有问题 对 没有出现失误 全队状态都很好 这个确实第二盘打得太漂亮了 对于RW来讲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就展现出一个问题 就是作为这种 第一局 被翻盘的队伍 心态上还是出点问题 对 而且 塔姆确实选的太 我觉得第二局的阵容 首先选的就有点问题 选塔姆的时候就说了 你拿个塔姆出来 你要么就纯保一个 输出爆炸的一个 不要考虑对线了 而且我想了一下 就塔姆还有一个 除了对线 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RW最擅长的套 帮下路 打不出来 没有先手 塔姆零先手 打不了下路 再加上你又是个梦魇 前期又没有办法帮下路 初期没节奏 然后让对面的九筒 找到了节奏 虽然说NOC第一波 大招是收获人头 但是初期亏的东西 而且我马后炮一下想 我觉得RW这两把 其实都可以选利桑卓的 但是他们都 第一把利桑卓被搬了 第二把是可以选利桑卓的 但是他们还是选了个瑞兹 结果瑞兹也裂了 对 因为打那个雅锁 本身就不好打 然后野区的波打完 基本就裂了 是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一场比赛已经打完了 那我们再次恭喜京东Gaming 在稍微晚一点的时间 将会有RW对阵苏宁Gaming的比赛 是的 那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儿见